大家好,欢迎收听真情故事会。 为了男友公司能顺利上市,我把车房拿去贷款。 收到贷款后,男友却转身和秘书高调宣布婚讯。 前去质问的路上,我被一群流氓围堵。 为了反抗,我不慎从楼梯摔下来,一不避体,死在了阴暗的小巷里。 我的尸体在阴暗的角落里发烂发臭,男友却抱着小三计划蜜月旅行。 在睁眼,我重生到底压车房的那天。 付配,钱拿到了吗?怎么还没有打到公司账上? 睁开眼,放在兜里的电话响了起来。 我下意识接通,电话里传来理智与质问的声音。 我脑子一片混沌,打开短信页面。 看着银行账户上刚刚借贷出来的三百万,我意识到,我这是重生了。 我回到了理智与公司资金链快要断裂。 我将自己的车房抵押,挽救他公司的那天。 听见他的声音,我下意识地感到一阵反胃。 前世,我将这抵押换来的三百万转给了理智与。 他的公司资金链得到弥补,公司发展越来越好,后来更是成功上市。 正当我以为我们可以步入婚姻殿堂,幸福一生的时候,却从朋友圈看到了他和秘书高调宣布婚讯。 我将自己的一切都给了他,在他身上投入了太多心血与金钱。 突如其来的打击,让我脑子一片空白。 我打电话质问他,却发现自己的电话号码都被拉黑了。 说来也是可笑,我这边紧锣密鼓地筹备婚礼,我的未婚夫却在朋友圈宣布了和别人的婚讯。 夜里十点,我准备去他公司讨要个说法。 刚走到楼下的小巷子里,遇见了几个喝醉了的小混混。 我被小混混调戏,反抗时,不慎从楼梯上滚了下来,磕到了后脑勺。 哪怕是死了,我也没有得到解脱。 几个醉酒的混子,对我的尸体展开了惨无人道的折磨。 大概是太不甘心,我死后,灵魂并没有马上消散。 直到五天后,李志宇才从别人的口中得知我已经死亡的消息。 我原以为他会心有愧疚,可他只是厌恶地看了眼我被雨水泡得肿胀的尸体。 哦,死了,那还真是可惜。 那张脸上看不到任何愧疚,我甚至能发现他直达眼底的笑意。 也是,我死了就没有人去找他麻烦。 他也可以顺利抱得美人归,和他的秘书幸福快乐地在一起。 我回过神来,电话那头的李志宇还在喋喋不休地质问我为什么还不转钱。 我深吸口气,努力平复心情。 也是老天开眼。 让我重生到这一刻,既然如此,钱是这笔债,我要跟他好好地算一算。 眼前还不是彻底撕破脸皮的时候,但我也不可能把这三百万转给他。 我反问,你这么急着用钱,怎么不自己去贷款? 我以前向来对他言听计从。 李志宇显然是没想到我会这么说,恼羞成怒,开始威胁我。 如果半小时内不把钱转过来,信不信我今晚回家陪你吃饭? 我简直要被气笑了。 李志宇没什么能威胁我的,只能用这种无关紧要的小事来吓我。 可笑我前世还真怕他这种宛如小孩子过家家的威胁。 我直接把电话挂断。 钱是不可能给他的,但是以前给他花了那么多钱。 这笔债要好好和他算一算。 我和李志宇在一起三年有余。 我认识他时,他还是个一穷二白的打工仔。 可以说,他所有的吃穿用度都是从我的手上抠出来的。 这人明明全身上下,拿不出几千块钱,虚荣心却还很强。 不是大牌高定他不穿,不是高级料理他不吃。 还要美名其约,这样做是为了让我和他一起享受成功人事的感觉。 前世,我恋爱脑发作,为了满足他的生活品质。 我没日没夜地兼职打工。 经常累得回家,连鞋都没脱,就瘫在沙发上睡着了。 我从小在孤儿院里长大。 孤儿院里面环境不好,我当时身体瘦弱,老是被欺负。 一直以来,我都很渴望拥有一个自己的家庭, 有一个可以永远在我身边陪伴我的人。 就是那时,李志宇闯入了我的生活。 自幼却爱的孩子,别人对你一点点好, 你都会感动得一塌糊涂,将他当作生命中的救赎, 当作灰暗生命中的一束光。 而李志宇便是我当时认为的光。 因感激着他追我初期的那一点点好, 我拼死拼活地反馈他,为了我们的家儿疯狂努力。 我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 却甘愿为他花钱买奢侈品, 恨不得将自己的心都掏出来给他。 和他在一起的三年里, 我最新的一件新衣服, 还是去年在淘宝几十块钱买来的。 那天是我生日, 我特意打扮了很久, 穿着新衣服, 开开心心地去跟李志宇吃饭。 结果刚坐下来, 还没来得及和他打个招呼。 李志宇就皱着眉头质问我, 你知道我为了来这家高级餐厅吃饭, 定了多久的位置? 你穿得这么廉价, 是故意让我丢脸。 说完没多久, 他就闹脾气地走了。 我看着一桌子菜, 看着服务员异样的眼光, 尴尬得手足无措。 我原以为他让我来吃饭, 是为了庆祝我的生日, 原来只是他想吃而已。 我一个人付完款, 吊着泪把菜打包回家, 路上给自己买了个十块钱的小蛋糕, 就这剩饭剩菜, 过了这三年来唯一的一次生日。 第二天, 他轻飘飘地打电话过来道歉。 他说他是心疼我, 希望我过得精致漂亮一点, 所以才会发脾气。 可笑没有退路的我, 竟这样轻易相信了 他如此别角的道歉理由。 然后被他拉着, 去买了他看中许久的手表。 就连他的这家公司, 都是我跑前跑后, 拉人脉才有今天的规模。 前世, 他用着我借的这笔钱, 谈成了一个大项目, 借着势头让公司成功上市。 事成之后, 第一件事就是把我踢了, 贴清关系。 我被要债的逼得无家可归, 他倒是抱着心欢春风得意。 我挂断电话后, 李志宇的电话和短信 一波接一波地打过来。 电话我没接, 短信倒是看到了。 内容无非是质问我, 为什么还没把钱打过去? 其中还有几条威胁我, 说如果不立刻回他信息, 我就算买再多礼物哄他。 他也不会原谅我了。 看着那些刺目的字眼, 我忍不住笑出了声, 笑着笑着就流下了泪。 李志宇的不爱 已经表现得这么明显。 前世, 我竟还无条件地包容, 相信他会回头, 会像追我时那样对我好。 可惜, 就算我再傻, 也不会傻到 在一个地方跌倒两次。 当李志宇第32个电话 打过来的时候, 我终于慢悠悠地接通。 傅佩你到底什么意思? 没看到我给你发的 那么多信息吗? 这个贷款, 你都走了好几天的流程了, 贷款早该到手了, 为什么还不转过来? 项目耽误了, 还不是要你去辛苦 和客户联络。 我也是心疼你, 你快点把钱转过来, 把项目落实了。 今天晚上, 我就回家陪你吃饭。 虽然做了心理准备, 但是听到李志宇的声音的那一刻, 还是让我回忆起了 惨死在小巷的那一幕。 我死死地攥着拳头, 好不容易有重来的机会, 我一定要让李志宇和那个绿茶 尝尝我曾经的痛苦。 可惜, 我现在手上还没有掌握太多筹码, 还不适合和他闹得太僵, 得先把他稳住。 我忍下身体的不适, 尽量假装低姿态。 我不是不转钱, 是银行这里还没有给我放款。 说是金额太大了, 要等三天才可以到账。 你放心, 货款那边我已经和供应商说好了, 这几天他们还是会给我们备货, 项目进度不会耽误的。 听到我这样低姿态, 李志宇的态度立刻比刚刚拽了三分。 你懂得安排好就好, 别到时候出现新的纰漏, 让我失望。 你知道的, 我生气了可是不会接你电话回你消息的。 我随意敷衍几句, 挂了电话。 下一秒, 我立刻联系这个项目最大的供应商, 和他商量是否可以把合作让给我手上另一家小公司。 这家公司是我认识李志宇之前成立的。 出了孤儿院后, 我吃了很多苦。 没有父母, 没有靠山, 我一个人在社会上打拼。 那时我刚十八岁, 一边上学, 一边打工。 社会上的好人有, 但并不算多, 看中的始终是利益。 我勤工俭学时, 老板并不会关心 你家庭怎样。 他关注的, 始终是你在上班时有没有偷懒, 对不对得起他发的那点工资。 那时正值高三, 学业很重, 抽不出多少时间做兼职。 整个高三那年, 我时常吃不饱, 穿不暖。 因着这些缘故, 大学毕业后, 有好几年的时间, 我一心只想搞钱。 在我没日没夜的努力下, 几年后, 还真让我做出了一些成绩, 成功成立了一家公司。 公司虽然规模不大, 只有二三十人, 但是在业界口碑很好。 只是后来, 为了发展李志宇的公司, 被我荒废了一段时日, 成就一直止步不前。 供应商虽觉得奇怪, 我突然改了公司对象, 但是我获款齐全, 曾经和他多次合作。 最后, 也就乐呵呵地达成了协议, 说是愿意和我合作试试。 我和供应商见了个面, 谈妥了一切合作事宜。 第二天下午, 我慢悠悠地回到李志宇的公司, 突然发现气氛变得有点怪。 我的公卫被人弄得乱七八糟, 堆满了不知是哪来的杂物。 我还没来得及问这是怎么回事, 部门经理倒是先开口, 让我把属于我的东西收一收。 这个公卫被李总的助理顾念看上了, 李总刚刚说了, 让给他用。 部门经理啼笑肉不笑地看着我, 打工人惯会察言观色, 老板的态度也就决定了他们对待我的态度。 其他同事都围在顾念身边, 面带绩笑地看着我。 顾念更是摆出一副无辜的样子。 姐姐, 不好意思啊, 我只是觉得这里离老板的办公室近一点。 办事能方便些, 老板就立刻把位置给我了。 只能辛苦你搬一下了, 这么麻烦你, 还真是不好意思。 我360度看了一眼他这张绿茶脸, 除了看出来鼻子是假的, 硬是没看出来一点不好意思的样子。 看我不动, 部门经理又开始催促我, 快点挪位置, 别耽误李总和, 雇助理办公。 我把包往桌子上一甩, 直接把顾念的杯子推到地上, 人顺势往椅子上一坐, 看着顾念。 不好意思啊, 这位置我做习惯了。 我瞥了眼厕所旁边的宫位, 我看厕所旁边 离李总办公室更近, 不然你直接搬张桌子坐过去吧。 顾念脸直接就黑了, 碍于他平时苦心经营的白莲花人设, 支支吾吾地不敢和我吵架。 我看他站着憋得脸都气红了, 半天也没有下文, 觉得怪没意思的。 直接把公位上不是我的东西 随手都丢到地上, 然后开始刷手机。 没过两分钟, 李志宇出现了。 傅佩, 你什么意思? 你没听到经理说 让你换位置吗? 你反正一天也没在公司待多久, 把这个位置给顾念怎么了? 这样, 他每天给我送文件的时候, 还能方便点。 李志宇带着怒意的声音 从我身后传来。 还没等转身, 他倒是直接从我背后 拽着我的手臂, 把我从公位上拖起来。 你是不是又要惹我生气? 本来今天还想抽个空, 晚上回去陪你吃饭的, 现在你这样, 还是你自己一个人回去吃吧。 我把手臂从他手里抽出来, 又捋了两下 被他弄皱的袖子。 不回来就别回来了, 反正今天晚上我也不打算做饭。 李志宇不可置信地看了我半天, 突然笑了。 傅佩, 这又是什么新型的手段? 开始玩欲擒故纵了。 没意思, 我出身社会这么多年了, 这招对我没用。 趁我还没有生气前, 赶快把位置搬了, 再和顾念道个歉, 这件事我也就不追究了。 李总, 你别这样说佩姐, 佩姐她年纪也不小了, 这么多同事看着, 她多没面子啊。 顾念这时候倒是不哑巴了。 语气软绵绵地, 家枪带棒, 明里暗里地说我年纪大。 其他同事也开始阴阳怪气, 这个说我在这里假装什么硬气, 在公司里也没看我干什么活, 也不懂为什么非得争这个工位。 现在为了这一时之快, 面子倒是有了, 到时候求李总原谅, 指不定怎么出丑。 也有人说我就是运气好。 站着自己在理智与创业的时候, 当了她的女朋友。 李总人好, 不抛弃当初的糟糠, 反而是我, 天天在公司游手好闲, 刷存在感。 李智宇听着他们议论, 更是得意。 我冷眼看着这群人, 要不是我, 这家公司连活着都是个困难, 多少个至关重要的项目, 都是我跟别人喝到 胃出血谈下来的。 为了李智宇所谓的面子, 我从来不把功劳往自己身上来。 落到这群人眼里, 倒是成了我游手好闲, 每天在公司不干活。 既然你这么喜欢这个工位, 那我就不要了, 从今天开始, 我也不来公司上班了。 我随手把包和几个文件拿了, 转身就走。 今天过来, 我本来就是想找个合适的理由, 以后好抽身离开, 去发展自己的公司。 李智宇倒是给了我个理由, 刚走出去没几步, 手机收到李智宇的消息。 他说对我的表现很失望, 今天本来打算奖励我和我吃晚饭, 现在他决定取消了, 要去陪顾念吃饭。 前世每次发生矛盾, 他都用这种手段逼我屈服。 因害怕他真的离开我, 每次都是我诚惶诚恐的道歉。 我看着手机, 再次被他的无耻逗笑了, 也不知道他哪来的自信, 觉得和我吃饭居然是对我的奖励。 关闭手机, 我没回消息。 我倒是想看看, 没有我的钱弥补窟窿, 等资金链彻底断裂时, 他还能不能硬气地起来。 李智宇估计还是不太放心款项, 给我打了两个电话, 我没接, 又给我发了一个短信。 他说, 就算我不在公司, 也要把货款处理好。 否则他就不是只是不和我吃饭了, 连和我结婚这件事, 也得好好考虑一下。 我把手机关机, 找了个美容馆, 从头到脚预约了项目, 让自己完全放松了一天。 出来后, 整个人神清气爽, 我去了自己的公司。 毕竟合作商还是第一次和我的公司合作, 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要打起十二分精神去对付。 李智宇这时候给我耍起了冷战, 也不发消息打电话了。 以前, 我会为此吃不下饭, 睡不着觉, 连续给他打电话轰炸。 现在我倒是乐得清闲, 没他烦我, 我项目书都写得快了几分, 就在我都要把那群人抛到脑后了, 李智宇的短信又来了。 这次是要我给他买新看重的车子, 说是买了, 就给我机会重新回公司办公。 但是不能在以前的公位, 因为那里顾念已经做习惯了, 搬起来麻烦。 我和他说我去度假了, 这段时间就不回公司了, 既然不回去, 也就不用公位了。 李智宇听到我不回公司, 又摆出高高在上的样子, 叫我不要玩欲情故纵的把戏。 傅佩, 你别不识抬句, 给你台阶就给我顺着下。 不然到时候可就不是一部车的事情了, 要是这次不回公司, 以后也别想再踏入公司一步。 虽然我不想理理之余, 但是公司里有我多年跑下来的资源和项目。 这些年的心血不能白白浪费, 起码我得把它们都引到我自己的公司里才能走。 回公司可以, 但是车是绝对不会买的。 等我自己的公司步入正轨, 我看时机差不多了。 我给李智宇打了个电话。 我骗他说, 这段时间我把手上所有的钱都拿去给他投新项目了, 现在是真的拿不出来买车。 但是新项目下个月就能落成, 到时候我得到的那部分盈利都给他, 这笔钱足够他买一辆更好配置的车型了。 电话那头的李智宇, 很明显松了口气。 车子下个月给我也可以, 但是你这样耍脾气真的让我很难办。 那天的情况下, 我总不能在一群员工面前偏袒你吧。 这样大家会觉得, 我这个当老板的, 不分青红皂白, 帮亲不帮理。 你要识大体一点, 不要在公司耍小兴子。 李智宇小人得志的声音从听筒传来, 我隔着屏幕都想给他凉嘴吧。 现在重要的是赶紧把公司资源搞到手, 忍着恶心应付完李智宇。 我立刻梳理了一下之前合作的重点客户, 准备趁着这段时间, 慢慢把他们转移到自己的手上。 我借着谈业务的契机, 把重点客户约了出来, 往我的公司带。 大家都是多年的合作伙伴, 这些客户都只认我, 整个过程比我想象中的要顺利许多。 短短一个星期的时间, 几个最大的客户, 都答应和我的公司长期合作。 我回到李智宇公司的那天, 顾念正好在我曾经的工位上, 炫耀他新收到的项链。 这是李总和客户开会的时候, 顺手给我买的, 说是奖励我最近工作辛苦。 见我过来, 顾念瞥了我一眼, 眼中满是得意。 我收到的时候, 还问李总付配姐有没有, 结果她说只给我买了, 真的怪不好意思的。 我认真打亮了顾念一眼, 她刚大学毕业不久, 二十几岁, 正值青春年少, 红色花瓣的玛瑙项链, 戴在她纤细白皙的脖子上。 长度不长不短, 红色的坠子, 衬得她的身材更加丰满, 确实是挺好看的, 也难怪李智宇被她迷得团团转。 如果顾念说这段话的时候, 嘴角稍微往下压一点, 我还能对她的演技表示一下肯定。 公司最近投资的新项目势头大得很, 股票都涨了不少。 这个项目是顾总监和李总一起努力拿下的, 李总奖励你这个功臣也是应该的呀。 顾念身边那几个狗腿同事, 一如既往地拍着马屁, 有几个甚至露出暧昧的笑容, 说李总怕是不值想送项链, 那天还特意在第二专柜看了戒指呢。 我心中冷笑, 这群人还不知道公司的资金链马上就要断裂了, 迎接他们的可不是升职加薪, 他们所说的项目就是李智宇 让我去贷款投入的那个。 我让合作商不要透露和我合作的信息, 继续贾易和李智宇的公司联络配合一下。 这个项目在近期确实是大热, 哪怕只是贷易的配合, 也足够让李智宇的公司蹭一波东风, 这两天股票确实是一片大好。 什么项链这么好看呢? 我刚刚离得太远了, 看不清。 我把包往桌子上一放, 伸手就把顾念的坠子扯了下来。 顾念的脖子被项链刮了一下, 红了一点, 整个人气的脸通红。 其他人大概也是没想到我会有这一招, 一时间整个办公室没有一个人说话, 所有人都大眼瞪小眼地看着我。 最后还是李智宇从办公室冲了出来, 把我手里的坠子抢过去。 他拉着我的胳膊, 红着眼开始吼我。 傅佩, 我以前心疼你是个孤儿, 从来没有真的和你计较过。 可是, 你现在真的太让我失望了。 我警告你, 现在立刻马上跟顾念道歉, 不然。 不然怎样? 我看着李智宇的嘴脸, 毫不犹豫地甩了一巴掌。 一个鲜红的手掌印 浮现在李智宇的脸上。 我有没有家教? 和你没有半毛钱关系? 李智宇显然被我打蒙了, 站在那里捂着脸半天, 嘴里反反复复只说出来一个你字。 整个办公室顿时安静下来, 所有人连呼吸都开始变得小心翼翼, 生怕错过这场好戏。 最后还是顾念憋不住了, 走到李智宇身边, 用手摸他的脸, 问他疼不疼。 期间还顺势怪我下手太黑, 一点都不温柔体贴, 在外也不懂得给男人留面子。 李智宇听完顾念的话, 突然就恢复了语言系统。 傅佩你今天到底发什么疯? 我好不容易同意你回公司。 别逼着我又让你走, 到时候你无论说什么, 我都不会再让你踏入公司一步。 今天来公司的目的, 是因为合作方的一些具体资料还没到手, 就只差最后一步。 现在不进公司可不行。 我立刻掐了自己大腿一把, 眼泪汪汪地看着李智宇。 我就是看项链好看, 实在没忍住拽下来看了一下。 他们都说这是你特意买给顾总监的, 可是我和你在一起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收到过你的礼物。 说着说着, 我努力挤出来几滴眼泪。 我,我就是有点羡慕顾念。 大家的表情都开始变得暧昧起来, 眼神来来回回地在我, 顾念和李智宇身上打转。 毕竟在明面上, 我还是李智宇的正牌女友。 虽然大家都知道李智宇对我不好, 顾念和李智宇关系不一般, 但是我直接撕开来到明面上说, 多少还是有点不体面。 李智宇显然也是觉得有点尴尬。 放了几句狠话, 让我今天必须把坠子修好, 还给顾念之后, 陶也是地离开了。 顾念怕我不把坠子还给她, 但是李智宇说让我去修。 她也不好直接把坠子从我手上拿走。 看了我几眼, 最后阴沉着脸坐回宫位, 那眼神都快能射出刀了。 我继续假装难过地看了一下那个坠子, 然后顺其自然地把它塞到自己兜里。 毕竟这是我带来的项目赚来的钱买的, 拿回去扔了, 也不能便宜这对狗男女。 下午, 我借着好几天没来公司, 又换了工位, 需要重新梳理资料的借口, 把之前做的几个项目的资料都要了过来。 成功拿到资料, 这几天晚上顺势组了几个局, 把李智宇公司的企划书优化了一下, 再把公司名称改一下, 用我自己公司的名义去谈合作。 这些合作商, 大多都是我跑出来的, 他们对我的能力还是挺认可的。 在这之前, 也在李智宇公司多多少少有听到一些 他对我的态度的传闻。 看到我开始自立门户, 大多数人都表示乐意和我合作。 少部分老油条两边都不想得罪, 不过这也无所谓, 反正李智宇的公司也好不了几天了。 这少数的老油条翻不起什么风浪。 傅配, 合作方临时加码了一个项目, 需要二百万才能达成合作。 你快去银行再带一笔钱, 给公司解决资金问题。 李智宇把合作方新项目的资料甩到我面前, 开口就是让我给他借二百万。 我看了看镜子, 我是长得很像自助提款机, 到底是哪里让他觉得, 我随随便便就能拿出来那么多钱。 我随意翻了翻这份资料, 李智宇说的那个合作, 看似属于蓝海市场。 但实际上, 开发商用的材料有很大的问题, 爆雷只是迟早的事。 前几天, 合作商正在为这个项目头疼, 说要砸在手上亏一大笔钱。 我故意让合作商跟李智宇提一嘴, 没想到他那么容易就上钩了。 我的房子和车子都拿去抵押了, 银行那边带不出来钱了。 这笔钱要得及, 实在没办法, 你个人先以公司名义 去和银行贷款吧。 一旦达成合作, 股票上涨, 二百万也不过是一两周的事, 马上就能赚回来了。 我故意引导李智宇走商业贷, 还特意把商业贷的低利率 搜出来给他看。 最后, 我还贴心地把合作后 公司的股票收益预估值计算出来。 看着那可观的收益, 李智宇一咬牙, 下午就火急火燎地 拿着对应材料跑银行。 贷款需要责任人, 李智宇本来想让我签字。 可惜公司法人也好, 经理也好。 任何一个重要职位都没有我的份, 最后只能他自己签了自贷了款。 合作达成后, 公司的股票在第二天 立刻上涨了十个点。 李智宇开心地 就差没有原地放鞭炮了, 那神清气爽的模样, 好像公司下一秒就要上市了。 我也忍不住勾了勾嘴角。 这是大厦江青之前的虚假繁荣。 根据我前世的记忆, 李智宇合作的项目 几天后就会爆雷。 到时候, 股价一路下跌, 不知道他还能不能开心地起来。 还没等到爆雷的那天, 就在股票上涨的当天晚上, 我就收到了李智宇的分手短信。 他说, 我们俩不合适, 他喜欢独立自主, 又能帮助到他事业的女性。 我公司的发展已经步入正轨, 客服也被我拿过来了, 一切准备就绪。 我也不需要再敷衍李智宇, 当即把他删除拉黑。 第二天, 公司的小妹妹给我打了电话。 李智宇和顾念两个人 在公司里高调地宣布 下个月结婚的婚讯, 下周一就要出发, 先去领证。 小妹妹害怕我会难过, 安慰了我好一会儿, 而我看着信息都快笑出声来了。 他们俩结婚了才好, 到时候李智宇的贷款 变成夫妻共有债务。 我上辈子的苦。 这辈子自然是要他们俩一起尝尝。 我故意翻出李智宇的短信, 回了他一句, 那我之前给你公司拉业务, 付出去的三百万货款, 你打算什么时候还我? 结果等了半小时, 那边一点反应都没有, 打电话过去显示电话已被拉黑。 好家伙, 这是打算装死赖账啊? 既然你这样, 那也别怪我不客气了。 我马上打电话给合作商, 和他说我已经安顿好了我的公司基础, 现在可以正式公开我公司和他的合作关系了。 我帮合作商解决了项目亏本问题, 找了李智宇当这个接盘侠。 他一直觉得欠我人情, 再说公开合作关系本来就是互惠互利的事, 当天下午, 他就正式对外宣布了和我公司合作的事。 顺便还声明了和李智宇公司 曾经有过友好合作, 但现在处于互相发展的状态。 真是一个老狐狸, 公布合作的同时, 顺便把自己从李智宇公司的合作商中摘出来。 这样一来, 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后续项目烂尾, 搞臭自己公司的名声。 我也不在意, 这是他和李智宇的事, 现在已经跟我没有太大关系。 到时合作的消息一出来, 我公司的股票连续两天涨停, 而李智宇公司的股票则跌了十个点。 公司的小妹妹发消息祝贺我远离渣南, 事业顺利。 顺便告诉我, 李智宇这时候和顾念正在国外度假, 估计还没发现这个事情。 让我记得平立他的电话, 免得到时候被轰炸。 李智宇这个人装得很, 每次出国都喜欢去海岛国家, 整个旅行过程中每天不是去潜水, 就是去冲浪。 至于手机, 更是一下都不看, 美其名曰是为了逃避生活的喧嚣。 以前每次联系不到他, 都是我忙前忙后。 他拿着我的钱出国旅行, 一去就是半个月。 我每天给他发几十条消息说想他, 连一句回应都没收到, 问就是他没看手机。 我一听他远在国外, 立刻第一时间把赚来的钱还了贷款。 趁着李智宇还没有发现, 我用最快的速度, 把之前和他同居的房子卖了。 用这笔钱, 我买了一套新房子, 顺便把李智宇的东西 全部扔进了垃圾桶。 两天后, 一个陌生电话打了进来。 我顺手接通, 里面传来李智宇愤怒至极的声音。 傅佩, 你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合作商会公布和你正式合作, 而不是我的公司? 你这个毒妇, 看我不娶你, 就报复我。 你别忘了, 你还有三百万在公司里。 公司过不好, 你也别想好过。 这次的李智宇倒是比我想象的快一点收到消息。 我刚把房子的事情处理好, 下一秒就接到了他的电话轰炸。 你说那三百万呢? 多谢你关心, 其实没关系的, 我压根没有投到你的公司去。 隔着屏幕我也能感受到李智宇的惊恶。 你也不想想, 如果没有钱, 合作商怎么会和我的公司合作? 倒是你该担心自己怎么还那两百万吧? 李智宇在电话那头破口大骂, 我理都不理, 直接挂断拉黑, 一气呵成。 第二天, 李智宇和顾念就回国了。 两个人气冲冲地到我和李智宇之前同居的房子门口堵人, 结果发现我上周就把房子卖了。 两个人不死心, 又来我公司找我。 我早有准备, 他们连公司门都没有进去, 就被保安赶了出去。 李智宇和顾念换着电话号码来骂我, 内容无非是说我毒妇, 恶意报复, 说我窃取公司资源和资金, 还威胁我要把我曝光。 我统一回复一句随你们来, 我随时奉陪后直接关了手机, 然后和公司的姐妹一起去酒吧庆祝公司又开了一个大单。 第二天早上起来, 手机上铺天盖地的热搜。 内容大致都是说我报复前男友, 极度对方婚姻圆满, 故意窃取公司资源和财物, 还在外抹黑公司名誉。 公司股票因此下降了不少, 公司的官方账号下, 铺天盖地的都是网友的怒骂。 私信更是堆满了网友愤怒的诅咒。 合作商也发消息和我说要我尽快处理好私人事情, 不要影响公司之间的合作。 我也不担心, 早就想到了这两人会上网曝光我, 我又怎么可能没有准备? 我安顿好服务商后, 把李志宇这些年来对我的铺语录, 要求我为公司贷款后不还钱直接拉黑的举动。 还有公司一成功, 就抛弃我这个多年的女朋友, 和别人高调宣布结婚领证的种种行为, 整理成一个word, 然后发到了微博。 这些信息有理有据, 我从重申回来, 就把所有的证据保留了下来。 舆论瞬间开始倒戈, 早上还在骂我的网友, 便连笔翻书都快。 一个个回来和我道歉, 转头就去更凶狠地骂李志宇和顾念这对渣男小三。 也就是这两天, 李志宇之前借款投资的项目, 终于还是爆雷了。 工人作业的时候, 因为建筑地基偷工减料, 塌陷导致人员伤亡。 新闻出来后, 项目直接停摆。 社会舆论更是铺天盖地, 谴责投资方黑心偷工减料, 导致人员伤亡。 李志宇也投资了, 自然是一部分网友发泄怒火的宣泄口。 有人去李志宇公司门口拉横幅, 要求赔偿工人家属抚恤金。 银行得到消息后, 立刻要求李志宇偿还欠款。 在这个时候, 李志宇的公司股票已经跌得很难看了。 银行也知道, 在不要钱的话, 怕是一毛都拿不到了。 李志宇被逼得走投无路, 又跑到我公司门口堵我。 几天不见, 他憔悴了很多, 眼中满是血丝。 傅佩, 我现在真的很需要你, 你帮帮我好吗? 你帮我把负债摆平吧, 你公司刚刚接了一个大单, 我知道你有钱的。 见我不为所动, 李志宇双眼落泪。 我知道错了, 我这就去和顾念离婚, 以后我们结婚, 好好过日子好不好。 李志宇拽着我的手, 第一次在我面前扶低做小地求我。 我惊讶地看着他, 你和顾念已经领证了。 李志宇以为我在生他的气, 听了我这句话, 以为还有希望, 立刻更紧地抓着我的手臂。 我就是被顾念欺骗了昏了头, 我根本不爱他, 我现在就和他离婚, 我们好好过日子好不好。 你和他结婚了, 那可真是太好了, 你俩就一起慢慢还债吧。 我甩开李志宇的手, 头也不回地开着车离去。 后来我听别人说, 顾念看李志宇不行了, 想去找其他有钱的男人, 被李志宇当场抓住。 两个人大吵了一架, 李志宇把顾念打了一顿, 最后还动了刀子。 顾念报了警, 几个人一起去了公安局, 但是两个人已经领了证, 属于婚姻关系, 警察调解了几句, 就让他们回家了。 据说回去以后, 李志宇把顾念狠狠地打了一顿。 第二天, 顾念想要逃走, 结果追债的人上门要债, 李志宇拿不出钱。 顾念作为夫妻共同承担的债务人, 被迫去了声色场所, 出卖色相抵债。 李志宇则是被债主打断了一条腿, 追债的人也是走投无路了, 动不动就上门泼油漆, 打他。 李志宇虽然身体痛得要死, 但是害怕被打, 每天还是挣扎着出去打点零散的散工赚钱。 赚的那点钱, 连利息都不够还。 每天为了温饱, 李志宇只能去菜市场, 捡点别人不要的烂菜叶回家, 时不时还要被摊贩赶。 我的公司在做成了几个大项目之后, 股价一路上涨。 公司发展得越来越好, 短短三年, 就从几十人扩充到三四百人。 最后顺利上市, 前景一片大好。 我每个月都去不同的城市旅游, 吃曾经舍不得吃的高档餐厅, 给自己买很多曾经舍不得买的衣服食品。 在这来之不易的重生中, 我打算好好地重新爱自己一遍。 我和李志宇是在某一个傍晚再次相遇的, 当时他正在街边派发传单。 曾经不是高定不穿的人, 如今穿着有着破洞的T恤, 弯腰弓背地在街上给路人递着传单。 大部分人都冷漠地直接路过, 李都不理他一下。 他走到我身边的时候, 依旧习惯性地低着头将传单递出。 我顺势接过那张传单, 看了两眼后问他, 你怎么穿得这么廉价, 不觉得丢脸吗? 李志宇听到我的声音猛地一震, 立刻抬头看着我。 听清我的话后, 估计是想到了什么, 羞愧地低头就走。 但是他绝着腿, 到底是走得不快, 慌里慌张下更是差点摔跤。 我随手将传单丢到垃圾桶, 开着车约上小姐妹晚上去坐全身保放松。 我还有大好人生, 不会再为任何不值得的人停留。